香港民主活動人士、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 因為在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議期間參與未經授權的集會 而復應近7個月後,在6月12日獲釋 24歲的周庭及前眾志秘書長王之鋒同時被控參與 在香港警務署附近的集會而被判處監禁 王之鋒仍然在獄中復應 周庭在星期六50點左右從位於香港新界屯門的大濫情教所獲釋 周庭被其朋友及其他民主活動人士互送上車 未有接受媒體採訪 支持者高呼周庭加油 一些支持者身穿著黑色T-shirt並戴著黃色面具 有一個人拿著黃色雨傘 這是2014年香港雨傘革命抗議活動的標誌 周庭與王之鋒及林朗現三人在2016年成立民主組織《香港眾志》 去年北京通過《港版國安法》的小時後 香港眾志因為擔心成為該法打壓目標而解散 《港版國安法》壓殺了民主運動 並且引發了公眾對北京一國兩制模式承諾及香港自治前景的擔憂 在去年周庭還因為根據《港版國安法》涉嫌與外國勢力勾結被捕 但未有面臨任何相關的指控 周庭會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在日本有相當多的追隨者 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 他在被捕前經常去日本 並且經常在推特上用日文發帖 日本媒體將他稱為民主女神 職員 《港版國安法》 想法